舒服一点 比如说睡觉睡得吃弹簧床啊 也不用点名啊 还有这个医院里面有空调不讲 还让他呢 六天以来第一次洗了一个热水澡啊 甚至把自己衣服都给洗 这个内衣内裤啊都给洗干净挂在旁边 但是今天呢 现在一回到台北看守所 马上面对的生活就是木地板 还有呢 冬冷下热以及一天点五次明 不过呢 医院已经讲了 他的健康情形是已经好转了 不晓得是不是就有精神可以继续越卷了 送医住院的陈水扁何时会被送回北索 还在评估 但陈水扁心中应是百般不愿意 因为介乎病房比起看守所牢房要舒适得多 看守所要特定时间才供水 收容人得存水洗澡冲马桶 12月1号到2月28号才会有热水 热水澡三天只能洗一次还要自己提水 而病房内全天后随时都自动供应热水 还有冲水式的马桶 但在牢房里得打地铺 睡硬邦邦的木地板 睡觉姿势脚朝门 就寝时才能躺下 没有冷气吹的是自然风 室温东冷下热 病房就不同了 有柔软的弹簧病床和枕头 想睡就睡不受限 还有中央空调温度适中 而在看守所期间 管理员一天要点五次名 询问2630在不在 陈水扁得高举手喊右 而放风只能在走廊走动 假日则会取消 住病房免点名还可以在病床周围走动 被禁建的陈水扁 只能在律师接见室与律师会面 全程录音录影 地点换成了借户病房 两人可以当面交谈 没有阻隔 尽管都是在收压状态 但环境而论 借户病房比牢房舒适 限制也较少 医院待遇好 不过若陈水扁身体好转 还继续待在医院 恐有特权礼遇的嫌疑 像这样有空调 有热水澡的日子并不多 终于新闻阿贵亚麦西卡轩台北综合报道